建築物被燒得焦黑 浓烟更是不斷串出 消防队急于奔走灭火 乌克兰29号再度遭遇 俄罗斯大规模空袭 尽管大多数的飞弹遭到拦截 但是漏网之语 还是对医院 学校 民宅等 带来死伤 民众难掩恐惧神情 乌克兰东西南北 从基辅 奥德萨 利维夫 再到扎波罗勒 各大城市都南逃战火 俄军发射高达158枚的 飞弹和无人机 几乎动用了军火库中的 所有武器 首都基辅天还没亮 再度响起空袭警报 到了白天还能清楚看见 爆炸导致的浓浓黑烟 救护车的鸣笛声 更是不曾停过 亲自前往乌东前线 视察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怒批 俄军攻击基础设施 甚至是医院的行径 就如同恐怖分子一般 俄罗斯飞弹空袭 乌克兰就连邻国波兰 也差点遭受波及 乌尔战争快达满两年 战况持续焦灼 不见停火曙光 这期新闻林姿力 网友白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